大家好,我是Kelvin Lu,李国强,我是加州地产经纪Book Associate,在领先地产公司Pinnacle Real Estate Group做事 那我从事房地产行业了超过20年,三年前我开始成为全职地产 我热爱地产,我对客户忠诚和内心 今天我很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南帕萨丁拉市 这个城市是属于南加州洛杉磯的东面一个小城市,英文叫做South Pasadena 那这个城市有什么特别,为啥有许多人喜欢这个城市呢? 这个短片呢,我是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城市的地理位置 主要是针对买卖房子在这个城市里 那学校、街道、家庭收入和价格、房屋成长幅度 这个城市成立于1888年 总面积是3.44方里 在1876年的时候,每一某地是差不多75块到150块美金 那今天2021年,一某地已经超过20万 那这个是一个很旧的城市,很有很多历史记带 一些旧博木馆、房屋很难存在这个城市里面 这个城市是属于Saint-Gabeau Valley 这个城市优势在哪里呢? 如果你有份工作在洛杉磯的话 车程只有需要20分钟,你就可以开到那个洛杉磯了 那往其他瓦安地区也很集中 那譬如你要去Saint-Gabeau Temple City Montre Park Saint-Morino等等 以上这个城市都是玩居住的地方 至于市政府在哪里呢? 是在East-Misson Street 通常这是少城市呢 很多政府机关部门都是集中在一起 譬如建筑、计划、财政、警察 甚至救火部门都是同一个建筑 就是同一个建筑屋 所以这个城市比较小 可是它很集中 这个城市有一间读书馆 三所小学 一所中学 一所高中 这城市有几条很大的街道 那在通常就在Fremont Fair Oaks Montre Paso Misson and Huntington Drive 所有的小商店都集中这几条街 那Fair Oaks Fremont Misson Street都通满了很多小餐馆 你看看这样 现在几条街都没人人 因为这疫情关系 所以就平常也很多人在游来游去 就在买东西吃东西的 这条呢就是Fair Oaks Avenue Fair Oaks今天没车走 你看另外一个 另外就很多车走 走来走去 我要拍摄给你们看看 那现在我要跟你们讲 关于小学 The City of South Patina 那这个小学 名字叫Montre Hill School 有690个学生 如果用10分来讲 它有8分 那至于学生跟老师的对比 它有22个学生 对一个老师 另外的学校呢 叫做Orio Vista Orio Vista呢 有617个学生 那有9分 那学生跟老师对比 23个学生对一个老师 那你看这几条街也蛮大的 因为周围环境也很好 另外的学校叫Molringo小学 有707个学生 有9分 学生跟老师对比 是24个学生对一个老师 你讲一下 关于那个中学 中学就是在Fair Oaks Avenue 由6年到8年级 有1144个人 有9分 这个城市只有一间高中 就是叫做South Pasadena High School 有1446人 有9分 24个学生对一个老师 那总括来讲呢 这个三个小学 都有8到9分以上 用10分来计算 至于街道来说 很好 也蛮大的 那很多客人就在问我 为什么这个城市房屋这么贵呢 特别在何处呢 这城市其实 它特点是小 那商店呢 邻里在大街上 还有地铁 通往其他城市 十分方便 家庭教育水准很高 家庭收入中位数字以上 城市呢 街道也很宽 也很清洁 就是这么简单 你去哪里都很方便 城市比较小 相对于其他城市来讲 买卖房屋甚少 它有其他不同的房屋 有公寓室 独立屋 城市屋 平均每间 独立屋要 至少要600到900块 一尺 那城市屋也要600到800块 根据1月2021年来讲 我是房地产专业经纪 我们买卖都是经过 公正行手续 客人会买得放心 卖得开心 我的任务是为客户 取得最好的价格买回来 我最高的价格卖出去 这是我的种子 那以上是这两栋房子 是我最近帮客人买回来的 一个是Diamond Bar 一个叫Almonte 给你们参考 那如果你要卖房子的话 你只要把钥匙交给我 那我就一切帮你安排和服务 那只要买房子的话 我要根据你的需求 和贷款审核通过 不会给你走远网路 一定给你满意服务 这是我的原则 谢谢你们参考 今天的CTL South Pacina 拜拜